卓儿 你终于肯伤心了 能不伤心吗 林环套就这样落下来 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 王清这个人 要小心 李玉是个实称人 是 把这个艾草拿去给海长寨 海外 她的伤用得着 是 皇上 皇上 臣妾不知道是得罪了什么人 请将苏联拿这样的药来害臣妾 请皇上明见 药虽然是臣妾让苏联送去的 可若是臣妾做下这般天理不容的事情 臣妾就不会带着梅答应来养心殿 一定是百般阻挠才是 皇后先坐 谢皇上 皇后贤惠 朕的心里有数 但这宿炼 皇上明见 当日是奴婢亲自去取的药 也是奴婢亲自送给梅答应的 可奴婢万万不敢往这药里掺和别的东西啊 哦 对了 当日 奴婢正好手腕有伤 太医们便指点的奴婢 用着波中的药取了一些抹上 说是有止血的功效 奴婢抹上之后也并无异样啊 当时擦着没事 那苏联 你再细细想想 那日去的路上 还有谁碰过这个药膏没有 再没有了 奴婢一路赶着送去 到了永和宫 就只有贤妃娘娘在那儿 奴婢送了药便回来了 是啊 那日宿炼送了药来 贤妃娘娘陪臣妾坐了会儿也走了 之后 就再也没人来探视过臣妾 臣妾想起来了 那日贤妃娘娘 的确打开过这瓶药膏 没答应 本宫那天打开那盒药 是好心想帮你确认 是不是消肿去育的药 而且也是你让本宫留下来 帮你查看的 敢问贤妃一句 那日除了您 还有别的人有机会 触碰这瓶药膏吗 嫉妒之心人人有 贫妾也知道 自从承蒙皇上恩宠 便被人寄予陷害 不曾想 那个人竟然是贤妃娘娘 没答应 本宫当日做过什么 没做过什么 你清清楚楚地看在眼里 你要是这样污蔑本宫 本宫不知道该说什么 皇上 臣妾受子侮辱 贤妃脱不了甘心 爱请皇上明诈 皇上 既然闹出这样的事情 又伤了没答应的容颜 臣妾不得不彻查了 且嫉妒是后宫嫔妃大罪 又这样暗中伤人 是后宫管教不严 乃是臣妾的罪过 皇后是有过失 但罪不在你 贤妃 无论是不是你做的 但总要问一问 这样你先回宫 本宫会让盛行司的 惊奇嬷嬷嬷去问你 是 盛行司掌管着后宫的行御 上至嫔妃 下至宫人 只要是做错事需要盘问 都要去那里 自然你若是无事也罢 若是有事 也免不了要去盛行司一趟 臣妾愿意去盛行司 以真清白 但请皇上明见 臣妾不曾做过 是请查查 总会清楚 但记得 不许逼问贤妃 不许伤她办好 那如何问得出 要是贤妃做的 自然会露出蛛丝马迹 敬请嬷嬷善于询问 他们不会被蒙蔽的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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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不可能是姐姐做的 海岚 皇上 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姐姐做的 你怎么来了 皇上 海长哉来了好一会儿了 因为听见皇上在里头问话 所以一直在门口耗着没有进来 海长哉刚受了足伤身子又不好 你们怎么也不拦着点 奴才实在是拦不住啊 海长哉 你如何确定 不是贤妃做的 因为贤妃姐姐身上的香囊里 并没有白花丹 又怎么能够害人呢 没有白花丹 启如 魏皇上 白花丹的颜色为青白色 正是身轰 应该是大血腾沿沫而成的粉末 这是怎么回事 回皇上 当日臣妾 看内务府送贤妃姐姐的香囊 针脚缝得粗糙 就打算拿回去重新缝制 怎知一看 内务府敷衍姐姐 送来的白花丹 橙色不佳是次等品 贤妃姐姐居住在沿喜宫 地冷偏僻 这些白花丹 怕是不顶用了 恰巧臣妾屋里有大血腾粉 功效跟白花丹是一样的 可以去湿气 通经络 所以臣妾便把大血腾粉 替代了白花丹 贤妃姐姐没有白花丹 又怎么能害人呢 既然大血腾跟白花丹的功效一样 谁知是有毒还是无毒呢 皇上 大血腾无毒 不会毁坏容颜的 皇上 若您还是不相信 可以仔细一一清查 臣妾 臣妾倒是感谢内务府藐视姐姐 倒让姐姐可以逃过一难 这帮混产 外高采低 怎么当采的 皇亲 吴采采 替朕去查 正 贤妃 你先坐下 这件事情让你受委屈了 朕一定会细细再查 谢皇上 海长在 这平时看你不言不语的 没想到如今倒是勇气可嘉 回皇上 臣妾不是勇气可嘉 贤妃姐姐当日如何拼死维护我的清白 臣妾 也只是拼死维护姐姐的清白而已 看来让你住进延禧宫 倒是让你们两个好生照应了 皇上 这件事情 臣妾一定会彻查到底 以便肃清宫尾 以正刚计 这件事情 因贵妃而起 又差点蒙蔽了皇后 依正看 这件事情就要由贤妃去查 后宫的琐事繁忙又到了年夏 皇后还是安心其他事务吧 是 贤妃 贤妃 这件事情 不论查出什么结果 都由你处置 是 启如 你看看梅大印的伤 应该留不下疤痕吧 皇上请安心 臣定会仔细医治的 亏了下的白花丹不多 用不了半个月 梅大印就会治好 断断不会留下什么疤痕的 海长在 你要仔细惹自己的身子 贤妃 这会命太医 医治你的风寒 是 都下去吧 求切告退 你不怕了 我若一直这样怕下去 别人还没把我怎么样 我就把自己给逼死了 姐姐 你开解我的话 我都记下了 记得到颜许宫来拿药吗 谢谢贤妆 暂其忍耐 来的时候留心些 我懂 你一定要给你 好啦 你也不能 你不能留心 你拿药这个 你还要不能留心 我认识你 是 你看你的妈妈 我认识你 我只会有还 什么员 你过来 你慢点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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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害羞那就自己来 在本宫这儿怕什么 卷起来 是 你不过来 跪了多久 跪了一个时辰的碎瓦片 后来 又跪了一个时辰的 铁链子 为了什么呀 有庄差事 奴才露了几分乖 讨了皇上的喜欢 再加上 又为了您去贤府宫的事 禀告了皇上 王府总管就不高兴了 这不让他得到机会了吗 就狠狠地罚了一通 贤主 这是云南上贡的 上好的白药粉 止血去瘀最好补过 贤主御守尊贵 可不能为奴才做这样的事啊 你要是明天 想去狱前伺候 就乖乖地伤药 就乖乖地伤药 瞧你这好福气 多谢贤主 你不用多谢我 我还要多谢你呢 昨天晚上要不是你 通报了皇上 我还不知道 会落到什么天地 那都是奴才应该做的 李玉啊 李玉啊 王亲资历老 位慈高 你随随便便 在他面前露的聪明 是会害了自己的 那 巨人之下聪明劲别往外露 尤其上面的人 还是个不容忍的 皇上喜欢你聪明 旁人不一定喜欢 待会儿回去的时候 也别漏了怨气 好好奉承着王亲 毕竟还是在他手下当差呢 原来是奴才糊涂了 多谢贤主指点 这药拿回去自己好好操 这药拿回去自己好好操 伺候他皇上的时候 要当心点 晾着一百二十个新眼子 奴才明白了 那奴才先走了 是 主儿 你终于可以上心了 能不上心吗 林环套就这样落下来 什么时候死的都不知道 王清这个人 要小心 李玉是个实称人 是 把这个艾草拿去给海长载 它的伤用得着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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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